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经文 还有不到两个礼拜 就要进行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了 那么现在的选情如何呢 我们之前讲过 所有的媒体现在慢慢都倾向于 川普有可能在选举当中获胜 包括左派媒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 贺锦丽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 很多过去不支持川普 支持拜登的人呢 在今年选举 为什么会把票投给川普呢 贺锦丽表现的糟糕啊 令大家觉得这样一个人 如果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 美国未来的无论是经济 还是国内的整个治安的变化 到底会出现一个 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局面呢 大家实在不好说 因为贺锦丽在竞选过程当中 她没有办法面对选民 这是贺锦丽一个 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个缺陷 那所以呢 现在民主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包括贺锦丽本人也好 包括现任总统拜登也好 他们每一天的竞选活动呢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攻击川普 而恰恰这一点呢 正是在帮川普赢得这场选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民主党人过去说 抹黑川普攻击川普 最有力的手段 就是比如说 1月6号国会山庄事件 包括一系列对川普的诉讼 什么机密文件啊 包括什么川普 30多年前强奸过一个女作家 他们以为这种做法 能够打败川普 但是他们突然发现 这种做法对川普来说 没有多大影响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民主党的民调分析家 希尔佛 他分析了24个贺锦丽失败的理由 当中其实他讲到这一点 民主党以为这些手段 川普必死无疑 但是他恰恰令更多人 看清楚了民主党真实的面目 反而促进更多人去支持川普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现在到目前为止 离选举投票还不到两个礼拜 民主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所做的一切呢 也正在帮川普去助选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 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就要投票了 那么总统拜登 礼拜二批评川普 说川普是一个民主 最大的威胁的时候呢 他脱口而出 我们要把他关起来 拜登 我对他最近的在助选 在帮贺锦丽助选过程当中 我很怀疑拜登是不是 真是如媒体所流传的那样 他暗中在报复贺锦丽 在这个时候喊 把川普关起来 我们之前讲了 民主党过去对川普 这么多司法追杀 甚至在法庭上把川普定罪 都没有影响川普成为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拜登这个时候说 把川普关起来 他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让选民更加相信 民主党是一个 会利用行政手段 法律手段 来迫害政治对手 这样一个政党 那么在选举当中 这会对贺锦丽有利吗 我真是看不到 这会对贺锦丽有什么帮助 所以大家都怀疑 拜登现在是不是在扮演一个 卧底的这样角色 来帮助川普 美国的新闻网 政治媒体新闻网 Politico 还有纽约时报 包括霍氏新闻 都集中报道了拜登这句话 拜登当天呢 在新海布希尔州的康德 这个民主党竞选办公室 谈到美国若由川普执政 可能出现的后果之后呢 他描述川普胜利之后呢 会对政敌秋后算账 他在整个25分钟的发言当中啊 涌长并且不连贯 这是拜登认知能力的 大家已经习惯的表现 他几乎都在批评 川普和共和党极端啊 民主岌岌可危啊 那大哥你能不能讲讲 你执政对美国的选民有多么的好 然后呢 贺锦丽执政对美国的选民会更加好 拜登讲不出这些理据出来 所以他只能是不断的去批评川普 拜登还提到什么呢 说联邦最高法院最近裁决 总统执政期间 享有部分刑事豁免的权利 这个我们都知道 联邦最高法院指的是 总统的一些决定 如果涉及到总统的权利 在刑事方面是受到豁免的 但是拜登给大家编了一个天大的谎言 他说川普的律师在审理过程当中 一度承认 我觉得应该是一度主张 根据美国宪法 总统若下令海军精英海豹部队 第六组暗杀国内的政敌 海豹部队的第六组 大家非常熟悉 列沙拉登的就是这个第六组 整个海豹部最精英的就是六队 他说如果是总统下令这个海豹六队 去暗杀国内的政敌 应该免受刑事起诉 拜登说 他指这个人就指川普 想换掉美优公务员 他自己有了最高法院裁决的豁免权 就有权利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真正消灭他眼中所构成威胁的人 实体消灭 枪击杀害 我晓得这听起来很不寻常 若我五年前这么说 你会把我关起来 现在呢 我们要把川普关起来 大家听懂拜登在说什么吗 这个拜登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一位 让我改变 节目原则的那个观众朋友留言一样 前言不大后语 但是你大概知道 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拜登说呢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给了一个裁决 总统在任内 对他总统的权利有刑事豁免权 所以呢 川普第一 会让海豹六队暗杀自己的政治对手 第二 他会换掉所有的公务员 这个消灭政治对手呢 是实体消灭 就是把他生命消灭 会用枪击杀害的方法 那我就要问了 联邦最高法院是针对川普个人下达的这个裁决吗 他是针对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下达裁决 换句话来说 你拜登总统今天 你也有动用海豹六队去暗杀国内政敌的权利吗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用啊 你为什么现在不用呢 你现在把川普杀掉了 你们其实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一点吧 我想川普遭遇了两次为谁暗杀 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消灭川普的肉体 让民主党获得大胜 最起码是某一些极端主义的想法 如果拜登你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等同于 你有权掉海豹六队 暗杀国内政敌的话 你为什么不做呢 答案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存在这个内容 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总统不能够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 去暗杀敌国的元首 过去中情局在60年代曾经多次暗杀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 后来美国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在美国国会通过了法律 美国总统不能下令暗杀别国的元首 所以你看到现在 美国有暗杀别国的元首吗 川普暗杀了谁 苏莱曼尼那是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是支持恐怖主义的背后的力量 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总统没有这个权力 以后国会会不会改变这个立法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拜登还在用这一套来试图欺骗选民 说川普有这个权力 你们选上他之后呢 他就会用这个海豹六队去刺杀他的国内政敌 如果拜登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话 拜登手上等于有这个权力 所以拜登讲这个东西 他会让选民会觉得 哦我们好可怕 川普如果当选的话就不得了了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拜登这个说法 而拜登这种傻瓜才相信的说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他在干什么 他在帮川普助权 还有说川普换掉每一个公务员 我想问川普怎么样可以做得到 不要说一夜之间吧 一年之间 把整个华盛顿官僚体系公务员换一遍 川普从非法移民当中挑选公务员 来顶替这些人吗 美国的国家机器的运作是由法律规定的 川普如果违法的话很简单 你控告他 一直告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后 总统也必须遵守联邦最高法院裁决 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好处 所以说拜登这种做法 丝毫不能够帮助贺锦丽助选 他只会让更多的中间选民 看到拜登这种言论 知道民主党今天在一些疯狂政策上的理解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共和党的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 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 他是接受CNN的采访 他说贺锦丽在10月大选当中可能会失利 并且表示他近期呢 因为反川普 所以导致了贺锦丽上升的势头被冻结了 这位共和党的民调专家 为什么就这么看呢 一个每天为你创造财富的APP 听新闻看新闻就能轻松拿金币 前往Vocal商城兑换海量商品 各式家电生活用品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请立即下载Vocal Media 金币立刻入带 这位共和党的民调专家 为什么就这么看呢 我想因为轮迟看的太多 贺锦丽最近在一系列的竞选活动当中 他除了讲川普是坏人之外 然后就是照稿照读 他的一些所谓的政策 而且政策呢 是完全没有一些详细的背景描述 或者可行性的这个说法 贺锦丽为什么一直在说 川普是个坏人 川普很可怕呢 其实广东人有句俗话 要咬头发 冰果爽主拉勒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头发谁想当秃子 贺锦丽确实没有办法 他一讲这个政策层数 他只要被选民一提问的话呢 他接下来就是一片空白 所以他只能靠来批评川普 只剩这一招来抹黑川普 来试图让选民恐惧川普当选 转而把票投给他 有没有这样的选民呢 有 但是问题有多少呢 我想只有民主党自己知道了 伦慈说贺锦丽最好的表现 是说服选民自己为什么要当总统 但是随着贺锦丽只会把重点转向攻击川普呢 这一切已经停止了 伦慈在接受一些访问的说 他说有趣的是贺锦丽专注于 为什么他应该当选总统的时候呢 他的支持率就会上升 其实贺锦丽支持率上升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 但是呢过了那段时间呢 贺锦丽的支持率基本上停在原地不动 甚至呢更多的人对他产生了怀疑 他说当贺锦丽把注意力转向反对川普的时候呢 贺锦丽只会说不是投票支持我 而是投票反对他的时候呢 他的一切势头也就冻结了 所以说一些民主党人呢 也对轮持的这个说法表示同意 他说尽管很多民主党人仍然相信贺锦丽会赢得大选 但是呢党内一些人越来越担心 胜利正在溜走 一位民主党的选举专家在接受国会山庄报访问的时候 他说每个人都在说胜利很接近 是的他说很接近 但是事情正在朝我们想要发展的方向发展吗 这位民主党的竞选专家说不会 他说并且呢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能赢吗 他说也许吧 现在应该有人稍微乐观一点吗 不应该 其实民主党很多选举策略的专家呢 现在都看出了贺锦丽的问题所在 但是看出了问题所在 贺锦丽也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伦次说现在势头正在向有利于川普发展 除了拜登和贺锦丽在不断的抹黑川普之外呢 贺锦丽的竞选搭档沃尔茨当然也不能落后 沃尔茨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机会上 对另外一位美国的名人发出了猛烈的批评 这个名人呢不是川普 也不是川普的副手万师 沃尔茨这针对的是马斯克 所以马斯克现在已经被民主党认为 是一个比川普更加可怕的敌人 沃尔茨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大会上扯着厂门喊说 我们要谈一下川普的竞选搭档 他的竞选搭档马斯克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主要是指马斯克对川普的支持 在选民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所以他现在说我们看不到万师 只看到马斯克在台上跳来跳去 像傻子一样 像这样的傻子越多越好 这样的傻子多了 像沃尔茨这样的人才就不会危害美国了 他说说真的 那个家伙指那个马斯克 他说在世界上是最有钱的人 他正在花数百万美元帮助川普买下选举 那我就想问了 马斯克无论拿了多少钱帮助川普选举 你认为是买下选举胜利的话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 扎克伯格对民主党4.5亿的支持 算不算买下选举呢 民主党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总是用一种非常看起来很高尚的政治道德标准 来批评别人 但是他们忘了 他们所做的一切 比他们批评的对手要恶劣的多 他没讲到马斯克用钱支持川普 就买下选举的时候 我相信有更多的中间选民会想起来 2020年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沃尔茨对马斯克买下选举胜利的批评越多 大家就越会认为2020年 你们就是用各种手段包括用巨额的资金 买下了胜利的选举 所以我不知道沃尔茨怎么能当选为一个州长 他跟贺锦丽一样 在现在的政治竞选当中 他们每每出来面对选民的时候 都会讲一些听起来非常靓丽 但是里边除了一泡臭气之外 完全没有任何内容的这种竞选的承诺 这样如何打动选民呢 我现在开始怀疑民主党推贺锦丽成为总统候选人 来对阵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他们是不是当初在内部就有人想成就川普这场胜利呢 如果说贺锦丽是副总统 然后变成总统候选人 她还有行政资源的话 但是拥有行政资源的总统候选人 在政策描述上为什么会如此空白 这是我观察美国总统选举这么久以来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 哪怕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都没有一位这样的总统候选人 当然民主党也会找一些过去跟川普比较接近的人 比如说一些前共和党的众议员像 理智切尼这样的人 也会找一些川普过去的政府的高官来抹黑川普 让大家相信川普更加可怕 纽约时报找了谁呢 找了过去川普白宫的幕僚长凯利 凯利也当过川普政府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凯利跟纽约时报进行了一个漫长的采访 三次正式录音采访 所以凯利现在为了让民主党打败川普 凯利也算是不惜一切了 凯利这个人大家对她的印象 说她是一个士兴上将 其实凯利这个人呢 我看过她的简历 凯利应该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军人 她不是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军校 像西点军校啊 像美国海军学院啊 像这个弗吉尼亚军校啊 她并不是来自这些地方 她是在普通的大学毕业之后呢 获得美国陆军少尉的军衔 她在她的军事生涯当中呢 也没有说指挥过千军万马这种经历 她一直是以幕僚的身份 最后呢 逐步升迁到了四星上将 所以她成为川普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呢 这也凸显了川普在第一个任期 在用人方面 川普完全没有办法用一些自己了解熟识的人 她是属于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推荐的一个人 后来呢 当川普的白宫的幕僚长出缺的时候呢 有人推荐了她 但是凯利跟川普 可以说格格不入 凯利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 她说什么呢 她详细表达了她对川普的担忧 你看她讲的这个论点呢 说明凯利这个人不但是一个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有军事素养的军人 她在政治上呢 也非常不成熟 她对政治的一些理念呢 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看她第一个表达 她说 在她看来 选民在选择总统的时候 应该比候选人的政策立场 更加看重的是她的能力和品格 如果她的政策立场是错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上台之后 会推动的政策都是错误的 会把美国带向错误的地方 会给美国的选民带来一种伤害的话 她的能力和品格还重要吗 所以你看凯利完全把这个 逻辑关系全部给搞错了 如果一个人的品格是有瑕疵的 但是她的政策是对的 因为当美国总统受到了各种的监督 所以我们不担心 她的品格瑕疵 会让美国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但反过来说 她表面上看是一个道德君子 但是她所推动的政策 全部是错误的 那美国不是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吗 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不是看到了一位这样的美国总统吗 那个人叫奥巴马 大家回顾一下 奥巴马是不是这样的人 表面上看 表面上看是一个道德君子 但是她推动了政策 八年的政策 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所以美国才会有今天的 社会对立政治分裂 所以你看凯利她对这个政治的理解 我大言不惭的说 连我这个媒体人都不如 凯利还说 在很多情况下我同意她的一些政策 她还强调说作为前军官 她不支持任何候选人 但让不合适的候选人当选高位是非常危险的 那凯利能不能告诉我们 川普当了总统四年 美国出现了多危险的情况 你看凯利说 作为前军官 她不支持任何候选人 如果凯利作为现任军官 她不应该表态支持任何候选人 作为前军官 你早就表态了 这就像一个人在撒谎之前 他总会跟你说 我跟你说真的 在骗人之前 他总会告诉你说 我保证不骗你 这是真的 凯利就是这样一个人 凯利说川普符合法西斯的定义 如果有机会 川普会像独裁者一样治理国家 而且他对宪法和法治 毫无理解 如果有机会 川普会成为独裁者 那我要问 哪来的机会 美国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独裁者 就是因为三权分立的机制 让他不可能出现独裁者 川普如果想独裁的话 国会会制约他 川普如果收买了足够多的国会议员 一个普通的民众 可以把川普告上 最终告上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裁决 无论是美国国会和总统都要遵守 当然总统有权任命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所以说凯利一直告诉你说 如果川普当选之后 他会变成希特勒 他还引用了大西洋月刊所说的 川普之前曾经说过 仰慕希特勒言论 川普的发言人史丁文章说 凯利所说的这个故事早就被戳穿了 对 这是凯利在川普2020年竞选的时候 凯利就迎向公众描述了这个虚构的故事 2020年冲击国会山庄事件发生之后 凯利再讲这个故事 还有多少人相信呢 所以我们看从拜登到贺锦丽到凯利 等等这些所谓的民主党的重量级人物 所谓的把自己打扮成中立的人物 他们在这个时候 他们没有想过 你们对川普的司法诉讼已经这么多了 都没有影响川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你们今天还拿出这样的过气的人物 来栽赃川普抹黑川普 还会对贺锦丽的选情产生什么帮助呢 讲的越多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 这些人都在为川普助选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